不過我國的潛艦有了重大的突破 對比中國現在卻傳出 洞九三核動力潛艦真的出事了嗎 而且據說還是被自己設下的陷阱 給玩死的艦上的官兵 還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得出來 就請教敏寬 真的全部葬身海底 沒有錯 目前根據英國的媒體來看的話 事實卻是如此 我們從潛艦國造先來說 原來美國在2001年的時候 小布希政府 他就說了 包括四艘的既得艦 愛國者三型飛彈 P3C反潛機 八艘的柴油潛艦 外加重型魚雷 一口氣通通都給你 包裹六千億 六千億 但那時候有個麻煩 在陳水扁總統的一個時代 那個時候叫做朝小野大 所以那時候 很多的目前的民進黨的立委 就說了 那當時多可憐 單單國民黨跟整個 所謂的親民黨的立委 單單黨預算 前前後後擋了六十九次 那擋了六十九次之後呢 後面到了整個二零零七年 陳水扁那時候吃了襯托鐵的心 這條路沒希望了啦 所以他開始了潛艦國造計畫 但沒有想到二零零八年又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完之後呢 各位都知道後來的馬英九 所以馬英九呢 這條路沿路一直擋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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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呢 目前在整個馬文軍集團當中有一個人 這個是前過去的海軍的一個上校艦長 這個叫黃征輝 黃征輝最近呢 他就在上政論節目當中 他就說了馬文軍將三千個檔案交給了 包括韓國等等的四個單位 而且又起 我可以說多誇張啊 他用公文包把他包起來 一包又一包的 然後這件事情後面呢 傳回到整個韓國之後呢 那個時候韓國他們有三十個人 在我們台灣幫忙 其中有六個人下飛機直接被帶走 直接被帶走了 直接被抓 直接被逮捕 這件事情到後面呢 各位慘到什麼地步呢 後面連造船廠都倒了 後面連造船廠都倒了 那現在可能很多人會有點搞不懂 就是說為什麼一個潛艦國造會搞到這麼麻煩呢 我簡單的來跟各位說 潛艦國造各位誰生產呢 臺船生產 所以呢製造是臺船造的喔 可是呢監造是誰呢 未來是海軍要用嘛 那重點來了 包括臺船也好 包括了海軍也好 他們兩個都不會 那他們兩個都不會呢 他們就要去找藍圖嘛 這找藍圖 他們就要去找所謂的一個供應商系統商 所以呢最早的時候 海軍呢包括了黃曙光等等的 他們就去找了一個 英屬直布羅頭的公司叫GL 可是你也不知道這公司 因為我們也不會嘛 我們也怕他騙我們嘛 對不對 後面就想說只有他一直給我們資料 這樣到底行還是不行 所以後面又去韓國 找了一家公司叫SI 這家叫做技高策略 所以後面就有兩家策略公司了 那其中呢 韓國這件事情呢 延伸出來 簡單的說 後面韓國人很生氣 很生氣 因為這件事情後面越鬧越大 那為什麼整個潛艦這麼重要呢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 潛艦當然有很多不同的一個功能 有聲納的一個功能等等的 但潛艦很可怕的是 他可以做不對稱戰爭 什麼叫不對稱戰爭呢 例如說潛艦所發出來的重型魚雷 小布希那時候許可的是八艘的整個 柴油潛艦加上重型魚雷嘛 我們目前國造的整個潛艦也是有重型的魚雷嘛 那為什麼要重型魚雷呢 重型魚雷你只要能夠打到龍骨的話 三顆重型魚雷可以買一艘航空母艦 一顆重型魚雷打到那種動物的 打到他的龍骨 可以買下一艘動物的萬噸的戰艦 很值得啊 但是這個重型魚雷 這個可是真的高科技哦 可是真的高科技好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原來這麼困難 幾萬個零件 然後要包在那個圓圓長長的那個桶子裡面 這個可是真正的一個高科技哦 那這麼多的一個高科技呢 最近大水衝倒龍王廟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他們現在呢也大外宣 他們就說呢 中國解放軍海軍 目前擁有全世界最大的 所謂的潛艦團隊 尤其他們的潛艦七十幾艘啊 七十幾艘耶 單單那種所謂的核子潛艦十三艘 傳統潛艦還有接近六十艘 他們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哦 但他們也很怕歐美的潛艦殺過來 所以呢據傳的 中國解放軍花了千億 搞了三個黑科技 這三個黑科技呢 唸起來都漏漏斷啦 什麼超凌凌磁性減坡啦 終極電池感測啦 我們有不同的一個 整個所謂的一個陷阱 在不同的一個區域 簡單的說這個太拗口了 簡單跟各位談哦 抓潛艦就簡單的嘛 把你困住 怎麼困住呢 用毛鉤 毛鉤 所以我在不同的深度 我在不同的深度 三百放一個四百放一個六百放一個 那個毛鉤過來啊 潛艦是不是後面有螺旋槳 他有方向頁嘛 我把你的方向頁勾住 我把你的螺旋槳勾住 你就跑不掉啦 就這麼簡單各位 不要看那個漏漏等的 你就聽那個最簡單的 他是用毛鉤 毛鉤在不同的海域當中一個白白白白 然後潛艦過來對不對 潛艦我在外面我都看不到 我只能靠所謂的聲納嘛 毛鉤一勾糟糕了 卡住了 那卡住了完之後呢 這次的關鍵就是 為什麼是大水沖倒龍王廟呢 原來解放軍海軍 在整個黃海東海南海 各個海域都射毛鉤 結果射毛鉤 有沒有抓到英國的 美國的法國的 沒有 不是說歐美潛艦到南海都投不出去了 現在重點是他抓到自己人 結果抓到自己人 結果抓到自己人 所以英國媒體就說了 洞九三 他就是在潛下去的時候 被困住了 困在解放軍自己下的毛鉤 卡死了 投機不著十八米 卡死了之後 巨船這台有發出求救訊號 那求救訊號是救還是不救 現在很麻煩 為什麼呢 巨船後面所有的氧氣全部用完 整個潛艦上面五十五位 包括了所謂的學官 包括了所有的整個 所謂的海軍 通通五十五人 全部罹難 中毒 沒有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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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很麻煩 為什麼呢 潛艦真的是賣命 撕火 撕壓 失溫 缺氧什麼都有 上次還各位還記得印尼事件嗎 印尼事件一發生 印尼政府馬上 我們沒辦法啊 大家來救救我們 英國啦 美國啦 澳洲的 大家通通都去嘛 印尼那些事件比較麻煩 那次是下得去上不來 那為什麼下得去上不來呢 因為壓力不平衡 我一定要 因為我要把海水抽進來 把海水排出去 那個是有正常的過程的嘛 印尼那次事件是浮不上來 對 俄羅斯那次是失火喔 那這次呢 中國的事件呢 中國的事件 現在呢 英國他們就說了 怎麼會維生系統只有一套呢 英國說我們的英國潛艦 所有的維生系統是兩套 什麼意思呢 我們人排出來是排二氧化碳 對不對 那麼多人擠在那麼小的空間 所以呢 維生系統兩套 這一套呢 就把二氧化碳吸進來之後 經由化學反應 再把氧氣生產出來 一直撐 撐到什麼時候 發生有事情的時候 撐到整個救援來 這次洞九三呢 可能就是在那邊撐 撐啊撐的撐不到 後面氧氣用鏡 氧氣用鏡 好我們要做總結 第一個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潛艦是一個非常高科技的 對不對 現在還有更新的高科技 例如說無人潛艦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是美國未來要做的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海軍陸戰隊用的小型潛艦 他只有三十噸 他只有三十噸 他可以載人也可以載物品 重點是很多人會說 那這個要幹嘛呢 這個要讓整個海軍陸戰隊的 海豹部隊可以快速的出動 為什麼呢 他可以讓部隊在上面 很溫暖的 充分的一個休息 補充養分 然後呢 準備就緒之後 才去做整個工作 工作包括什麼呢 工作包括了炸破 爆破啊 包括很多陸戰隊該做的事情 簡單的說 誰的潛艦科技越強 誰的戰力也就越強